我们酒店有权决定 我们要如何固制我们的酒店 通过国际 那我们就是文化 所有的大国的国旗都在这上面有 就只有没有中国 就我们再次请求 把我们国家的国旗能够挂上 我们应该真的会采掉 我们会把这种国旗的采掉 今天是周一 我们过来到这个长荣桂冠酒店 因为昨天他说 周末嘛他领导不上班 那今天周一了 我们过来问一下 长荣的桂冠酒店 他是领导 据我所知领导姓苏 在这儿的大领导 我们看看能不能见得到 有些境内外人士说 我们玻璃心 没事长事 挂不挂中国国旗 是人家私企的问题 想怎么挂就怎么挂 那就打个比方说 你的妈妈去聚会 每个人的妈妈都安排了位置 都有自己的名字 结果你过来虽然也有你妈妈的位置 但就是没有你妈妈的名字 然后你去找组织这个聚会的人 你问他为什么没有你妈妈的名字 他表示他想写谁名字 就写谁名字 我们管不着 但是如果你在家里想怎么挂都可以 我不管 问题是这是公共场所 对所有人隐蔽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个歧视的问题 今天过来又确认了一下 是不是还是少了中国国旗 你一个人都看一下 确认什么员 你的名字是 小少爷在等待 是的 我在等你 早啊 对 你好 我们昨天也过来住这个酒店 但是他这里没有挂中国国旗 昨天我差不多走的时候也发生这个问题 是吧 我觉得特别有问题 因为我刚刚昨天我出去比较危险了 我看了这里 然后费用我没有入座 我过来看到就有全部的国旗的 照片我们看到我国家的国旗 工作人员告诉我 他说我们的路不容易 那我说我们车上有一模一样大小的 他说我要告诉我的领导我不能做这个 包括今天早上因为你们工作嘛 然后我们表示尊重 我们不去影响你们的工作 所以我们下午过来就想问问 为什么所有的国旗都有 这些我们其实就是买进来 买进来它就是没有些中国国旗 没有的国旗 我们也不能直接就把它放上去 在这里科普一下 酒店挂的吊旗是叫万国旗 这些一串旗子都是打包串好的 不用自己串 打包好的里面都是有中国国旗的 他们说在亚马逊上买的 我们也去亚马逊上看了 没有哪家卖的万国旗 是没有中国旗帜的 我们在订国旗的时候 他就是水积出的 那他水积出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这些国旗 应该是有哪一本家的国旗 然后在另外一件事情 他送来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没有中国旗 但是据我们了解的是 你们苏总不想挂他去 本身这一串上面是有的 是存在的 他们就是意思就是说 昨天是苏总总经理看到的 叫那个剪掉 直接剪掉的 我相信我们完全知道是哪个 员工跟你说 我们酒店有权决定 我们要如何固制我们的酒店 通过过去没有 那我们就是很抱歉 其实我也知道 因为在你们长城酒店 每天你们的订房量 有差不多300多个 都是我们中国人订的 你们的员工也给我们说了不少 那每个月都有过去掉 我们中国的客人应该是4% 他们不承认吧 昨天杨师傅通过文件告诉我们 中国人入住至少60%到70%左右 你们酒店里面有这么多中国人在这里面住 包括我昨天 我说我昨天 我是我是中国人 我过来看都没看到我国家国旗 你把所有的国旗都挂在这里 我我只有一个诉求就是 就是能不能把我们国家的国旗挂在这里 不好意思 我们真的要拆掉 我们真的要拆掉 这次你们的态度 是 你们是长城桂冠酒店吗 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酒店是长城的长城 真的因为它是一个雇主 我们是这个旅馆的所有人 我们可以怎么样决定 我们要怎样挂 我们可以挂国旗 可以不挂国旗 相当于就是这个事情 也是你们总经理知道的 就是昨天我过去了以后 我说不好意思 我说能不能我退掉 他说你可以退掉 但是按照我们酒店的规定 是不可以把钱退给你们 其实在我看来 是所有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大国 你们都挂上了 唯独没有挂了中国的国旗 因为大国的国旗都挂上了 你看美国 加拿大 澳洲 连越南都有 疫情之前没有离开的时候 我们就给华人的消费 基本上很多的用户 这位是我们法国 华人 进出国的商购会 他是我的好朋友 昨天他送我过来 我们看到这个事情 我们感觉非常心里 很磕 也很不舒服 想不到 这么多房子在这里录住 因为国旗都不贴 我觉得这个有点失败 就是所有的大国的国旗 都在这上面有 就只有没有中国 就是我们再次请求 把我们国家的国旗 能够挂上 你们应该真的会拆掉 我们不会把我们国旗都想掉 至少我们能够在猜到这钱 对 把他钱 这位是 我们前菜经理 前菜经理 好 我是来出差 然后就是刚才刚才 昨天看到那个李文文结赛 对那个李文文结赛 哎呦真棒 好 那我们先走啊 兄弟 注意安 好 你又朋友了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 我今天带朋友来长龙饭店录注 它里面一张中国国旗都没有 其他的国家都有 就缺我们中国的 还不让我们提供给它 所以说我通知一下大家 谢谢大家